推着工作机具缓缓向前 工人们正忙着在路边画标线 瞬间碰到一身发生气爆 人孔盖当场被炸开 冒出大量白烟 两名工人吓到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仔细看爆炸瞬间 工人正好踩在人孔盖上 吓得他急忙跳开 发生气爆的不止一处 另一个角度看 爆炸瞬间路撞到人孔盖 刚好在经过的公车车底也被炸开 吓得司机紧急下车 就连路面也被炸裂 气体往人行道喷发 差点波及到路边民众 不是补一个比较黑的 是长方形 那你爆 爆很大吗 对啊 马路都爆起来 第一天都是要来画线 我先跑那个 说那个滑滑就去 所以我们炸的 地点在台北是万华 和平西路上 现场路面已经重新铺设完成 而当天公务人是在进行 画路边标线工程 中午11点多突然发生爆炸 进一步检测发现 确实瓦斯管线是有围漏的情况 再加上上面还盖了一堆其他的管线 进而导致沼气累积 瓦斯公司事后到场检测发现 深度1.45米的瓦斯管线 确实有围漏情形 而当时工人画标线 使用的热瓣标线机 底下就有加热的火源 正好引燃路面底下累积的沼气 才会引发气爆 管纸的机械街都有围漏的情形 那标线工程它的机器有一个特性 就是在那个机器的底下 它会有一盏灭火 那可能刚好灭火过去的时候 就这样引爆了 幸好这次气爆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而瓦斯公司紧急派员到场处理 也已经加弄气点修复完成 将会再进行加强检测 确保类似情况不会再发生 TVBS新闻讲连续关于Table的